2022年8月18日星期四 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大盘 昨天MACD这个位置 出了一个 看到没 就这个位置 这叫龙开头 MACDDIF值 差一点就形成正值的时候 这儿呢 通过古邦的MACD零轴理论 每当第一次要出水的时候 就是要从负转为正的时候 这个咱指的是DIF值 每次要想上冲 这个位置呢 一得有一个上涨的速度来配合 第二 这个位置必须得有一个 绑块效应 就是有一些个大盘 比方说像昨天的券商绑块 以它为带动 昨天券商是启动了 牛市的起手吗 而且把别的又都带起来了 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这个上涨速度要有 如果要是没有速度的话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拐头向下 就是大盘给这位置掉头向下 那么今天现在有几个图 大家自己看啊 回看2021年的8月12号那一天 还有2021年的11月22日这一天 都出现过这种叫龙抬头 魏果 魏果会怎么样 就是抬头失败 从水里钻出来 结果没钻明白又下去了 大家看啊 恰好今天是星期四 俗称黑周四 黑周四 那么今天能不能黑 谁也不确定 但明天又是本月的股指期货交个日 俗称割九才吗 每月每个月啊 都有这一天 第三个星期五 那么有一些个避险资金 会 由于啊 这要避险 它会出逃的 就会造成短的 一个短暂性的大盘缺血 出现下跌 再有今天 通过这张图我们瞧 这个是序列图 通过序列 看到没 昨天收盘是序列高八 拼过古邦克的都懂 这个位置如果要是出现序列高九 今天开盘就是序列高九 大概率如果要是红的话 那这个位置回头向下调 那几乎就成了一个定律 如果这个位置要是今天 开盘下跌很快 很有可能把这序列打破的话 那还好办 但无论如何 它都是跟着这个跌字 能联系到一块 对吧 根据技术分析三原则 都什么来着 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是序列 然后到出现结构 最后形成趋势 就是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形成一个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顶部的一个小结构 就这个局部上看 我们通过这看也行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分时线 看三十分钟线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顶部小结构 然后呢 拐头向下 拐头向下 通过短线 你就能看到 那里面可能是一个下降趋势 这个就是三原则 从序列 到结构 到形成趋势 那么现在序列 今天开盘 已经出 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呢 我们看看 昨天上涨的都有什么 就刚刚我们说 这个位置 龙抬头要出水的时候 是券商 把大盘的节奏给带下来了 你瞧瞧 自己看一眼券商 券商 往往就是 你看 他跟大盘走势啊 有点像 因为大盘跟着他跑嘛 涨一天 就在这儿 涨一天券商 然后横盘几天 对吧 你自己看 这个是大盘 我在这儿 拿出这个大盘图 是跟券商对比 券商大涨一天 大盘大涨一天 横盘三天 大盘横盘三天 你看 当这个快涨的时候 又跌回来了 可是又大涨一天 我指的是券商大涨一天 涨了 大盘也涨了 但是 大盘之后 出现了横盘三天 跟这儿一样 可是券商呢 是不断的创小新高 一天一天的向上涨 昨天 券商又出了一个 牛市起手的格局 那么券商已经走出一个 这种趋势 向上的趋势 可是大盘昨天 走出一根 带下影线的这么一个 强势的上 就这种一种强势的格局 这个位置 看似很好 只是下面这块 佩戴着 要龙抬头 那么今天如果不加速 很有可能就拐下来 我们心理上又有这么一个准备 今天谨慎点有好处 以上是我个人的操作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日本7月开始恢复 跟俄那块进口原油 有人说这是啥意思 这不都在制裁吗 怎么 对呀 就行你往回买原油 这么便宜 然后不让别人去点灯吗 可能是这个意思 国际那些东西 都是利益那点事 好 我们再说 美联储会议纪要出来了 说几乎没有证据证明 通胀压力在减退 受此影响 隔夜外盘普跌 道指结束了五连阳 昨天跌了0.5 纳指跌了1.25 标普也跌了0.72 像一些抗疫的股 还有油气的股走高 贵金属跌幅居前 说的重点是我们中概股普跌 为什么咱们这要防一下 中概股普跌听到吗 外盘还跌 那这些东西 我们昨天收盘前不知道 只是说通过这个形态 我昨天北盘收盘前 给出一个谨慎的信号 昨天我还没加藏 欧洲那边也是普跌 原油87美元 黄金1780附近 说是当国内的 昨天北上资金又净流入了 一些东西呢还是那些个老几样 那老哥几个长得还真不错 那再说我们国家大佬说了 抓紧研究 延续实施支持 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税收政策 扩大大宗消费 明白不 你看昨天凝王 在后面就像又得到什么信号一样 又开始上村 这就是消息提前释放的这么一个兑现 兑现之后今天会不会向上冲呢 是个问号 估计这个位置有点难啊 那么再说一个 为了保民生 还有公共服务和重点场所 还有一些企业等等用电 仅止拉闸限电 看见没 这个 那么有人说 每次一出现拉闸限电 这煤炭股就涨了 哎 这个好像倒是一个信息 再说济南 在房地产开了个先河 全国首次推出 二手房 代压过户 这个登记制度很是强 都在响千方设百计 大宗消费吗 什么是大宗消费 第一个就是房 第二个就是车 有房有车 经济上去 那好 再说一个 现在不都是市场又开始打击这个 内幕的什么消息吗 我们提他们一嘴 内幕消息 这个直接跟券商是挂钩的 朋友们 提一个信 再说卫健委 对应用儿 现在是没人照料 并且呢 由于照料 你比如说 这个啊 现在上班压力都很大 一旦孩子没人照料 这个会是什么 这个是导致不愿意 或者是阻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各个城市 现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 有这种啊 脱幼脱婴的这种需求 所以这块呢 国家正在加大力度投入 看到没 昨天一些婴童概念呢 都有动 再说百亿私募 正圆嘛 因巨亏 现在又出来道歉了 同时呢 又做出了一个 他那的持仓啊 不便 不动 并且呢 不清退 还要增长 或者是说锁定 实际说了这么一大痛 就是一条 大盘 从那个今年的啊 从今年初开始一路下跌 跌到了2860 2863 那么现在又通过啊 五月份 六月份的上涨 一个上涨 现在呢 又开始出现一个回落 总之这个位置啊 现在还处在一个 今年的半山腰的位置 你说指数这样 基金现在缩水 这都能代表着一定的问题 所以现在要想扳平的话 下半年必须得干活了 好 说说咱的操作 今天三项操作 第一个 准备上车 上车是试错型买入啊 再一个 逐步我要把它加仓到 50%左右 现在我有 20.8%的仓位 食品饮料 一体F 教育一体F 元宇宙 和反电池 这四个品种 另外今天还要做的 就是盘宗T加零 因为每天我都在做 降低吃产成本嘛 好 今天多空 已经争夺达到了白色化 就在今天 大家打起精神 看看打盘有什么动向 一定要抓住时机 我指的是 抓住上车信号啊 他要是夸打下来 这个不就有点了吗 我是古邦 喜欢他加关注 上午怎么干的 怎么操作的 中午收盘 跟朋友们讲清楚 朋友们 中午收盘见